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讯网 港股今日表现偏远 市况挺闷下的 全日的上下波幅只有113点 恒指今早低开34点 早段表现向下 曾经见过23,168点的全日最低位 之后大部分时间在23,200点水平培会 收市跌58点,报23,257点 成交有525亿多 我们先看看几个蓝筹股的表现 腾讯年升第三日 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报116.4 升幅超过2% 中移动和汇控拖累大市表现向下 中移动收市跌了2% 是今日跌幅最大的蓝筹 汇控跌近1% 我们看看焦点板块 今日的收市表现 昨天急跌的赌业股今日反弹 瑞信说赌业股调整过度 又说可以吸纳金沙和美高梅中国 银鱼主席李志和亦说 世界杯对赌场的生意 不会有太大影响 银鱼金沙和美高梅都升超过3% 银鱼金沙和银鱼亦是今天升幅最大 和第二大蓝筹 永利澳门就升超过1% 我们看看焦点股份今天的收市表现 早前公布今年会开拍最多10部电影的星美文化 今天股价出现移动 市场传出星美文化 获得腾讯旗下产业投资基金收购 星美中午停牌 停牌之前急升5.6% 报1.5元 不过母公司星美集团之后发表声明说 目前无意出售任何资产 亦没有与腾讯有这方面的接触 欧苏丹全年顺利 少赚2.7% 摩通发表报告说 欧苏丹的汇对亏损较预期高 预期汇率变动会继续拖累 欧苏丹明年的业绩 欧苏丹今天跌了超过2% 收市报17.3% 多谢收看讯网收市回报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